这是好人 不得好报 越来越完 这个戏的讽刺性 在中国演了这么多场 没被解读 跑到欧洲演出 人家欧洲报纸解读了 看了你们的茶馆 我们懂得了中国 为什么会发生革命 我特想让您说 茶馆里有一种意思 我以前没看出来 就说怎么着 说这人 坏人越来越年轻 就是喜欢茶馆 喜欢看茶馆 除了这些演员 演得好之外 焦先生把它组织得很好之外 特别是第一部 然后其实在文学上的 老舍先生的 他特别对经济地区文化 京京的语言 北京语言的 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他特有的北京人的那种 智慧 而且还有个脚节 能超越要坏 绕着脖子 让你听不出来 其实我损你了 拐着弯把言 那点厉害 那点语言 特色 老舍先生琢磨的 全都在茶馆中 可能找到很多 比如说 你比如说 在咱们包院 一月 每月的头一天 收钱来 收你的保护费 黑社会收保护费 你得断多少钱 那就看你 那点意思了 您别把那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 他就横上了 就能给多少给多少 但是我不直说我要多少钱 你别把那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 得嘞得嘞得嘞 我就是忘了我姓什么 我也忘不了您二位这档的事 都不直说 他的语言绕着呢 但说的都是一个事 而且都挨着马说 但都是绕着的 他的邂逅语 他的那种比喻 或者是那种形容 等等的文法 那您说 现在按照国家教委的 那个语文课的文法 叫不出来的 它是老百姓生活中间 怎么就形成的那个 我不直说 但是你得明白 明白 我明白 他是那种感觉 老舍还有一种 他大幽默 和大幽默 往往反映在他 作为讽刺语言 特别是相声上 然后咱们取义里面 这这这 京剧界 或者戏剧界 说话也大概都有这种味道 对 老舍先生还写相声呢 所以是刚才你说的这个 这个剧本 你刚才说的这个剧本的 大幽默 大讽刺 就在于 写这些坏的 这些三教九流 各色人等 是越来越年轻 怎么说 第一幕 他们都是 都是老糟糠一般的 在挣扎着 他两代人 有的是这一幕是老的 下一幕就是 小刘麻子了 第三幕的 小糖铁嘴 小刘麻子 他就越来越年轻 坏的人是 越来越年轻 这多大的一个讽刺 他代表着 这种老百姓的那种 善良 诚实 然后 是王掌柜的 秦二爷 十爷救国的秦二爷 还有 耿耿 直肠的 肠四爷 所以他们 他们到了三幕就老了 垂垂老矣 不知道为什么 又会在这个茶馆 王掌柜的觉得 要被这个 沈处长 要霸占我的茶馆 他把 赶紧把孩子 什么都送走 他不知道自己 要干嘛的时候 这 那俩老 老友来了 诶 然后 最后撒纸钱 尝一口花生米 拿着块来上吊 这是好人 不得好报 越来越完 这个戏的讽刺性 在中国演了这么多场 没被解读 跑到欧洲演出 人家欧洲 报纸解读了 哦 看了你们的茶馆 我们懂得了中国 为什么会发生革命呢 对啊 这个社会 从户须开始 对 一直到 到了这个 民国时期的那种战乱 到了 再到4849年 这个社会的动荡 好人不得好报 反正 外人的孩子 越来越好 还如鱼得水 这个国家 得挨老百姓嘛 得护着自己的子民嘛 可是这个国家 怎么就这样了呢 所以这个 这个戏的走向 有人说 这有问题吧 这个 这对生活 什么态度啊 但是人家说 我们这戏 最终还是一个 是一种隐喻的 远 老展规的上吊了 嗯 然后 慢慢慢慢的灯 暗淡 但是 门外的 日光 渐亮 哦 然后 远处传来了 团结 就是力量的那首主题歌 就那首 时代主题歌 还有希望的隐喻 对 对吧 对于新社会的向往 哎 这东西 就是我就是老舍先生的大讽刺 和大幽默 表现在他这三幕戏的文学结构中 我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说戏剧啊 它的独立的意义 是什么 哎 好比你比如说啊 我们也说生活化 对吧 但是我想啊 戏剧的生活化 跟电影电视剧的生活化 也不是一回事 那么这个戏剧啊 比如说他从这个 古希腊的这个 这个 这个悲剧开始啊 他一定有他一个特别的一种意义 比如说您演这个哈姆雷特啊 假如说今天的年轻人 没看过莎士比亚的原著 对吧 说实在的 您这个演员 您那么大段 这个翻译过来的 莎士这个这个哈姆雷特的这个台词 第一次听啊 如果以前没有文学基础 第一次听 确实是 您说的再生活化 再通俗 他这个看看一遍 他都得那么深的哲理 他都得想啊 所以我记得您有一次在座谈上 你好像还讲 你说戏剧跟文学的这个关系 他跟我们想象的 就是你比如说电视剧演一个 大家谁都能看得懂 甚至于好像 我看这个 雷一的这个当年 是不是曹雨老先生 是跟您说还是跟谁说呀 他跟我说的 他是怎么说 您跟我们说说 他说什么是好戏 嗯 不是 剧场里面 呃 观众的热烈的掌声 啊 也不是他们的叹息 还是什么 说这个 好 和你一起流泪 而是走出剧场的时候 带着思索 最后他给具象了 他说思考社会 思考人生 思考命运 所以我就后来我就特别注意 真是 有观众游观众棋走出来的时候 经过大厅下台阶 很少有交头结尔的 还在想 都没说话 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他在思索 这就是好戏 所以您说 这个跟当今社会 我觉得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那天我看 请吕中老师 吕中老师给仁义的新学员上课 这个新学员提的问题很有代表性 他说老师 您说让我们表演要有深度 要与人一起发和思索 他说可是现在大家工作都那么忙 我们就是上了一天班 很多人 观众其实就是希望轻松一下 您还让我们上剧场 在这医脑门的官司 在思索 他说的不是原话 但这学员表达的就是这个困惑 我觉得吕中老师呢 他的这个回答呀 没有完全解答这个问题 但是也很有趣 因为这个孩子就是说 说你像我们现在你看变形金刚啊 看什么美国队长啊 这些东西就让我们 让疲劳的劳动者得到消遣啊 对吧 得到轻松啊 然后李中老师说 说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就老跟我妹妹啊 这个在街上啊 学一些残疾人 就看你看他这 学或者他这 这几个眼睛 学 他就特别逗乐 大家都 都高兴 回家也高兴 他说可是那个时候是小孩 他说但是呢 等我们大了以后 就觉得呢 你那么学人家 好吗 对吧 就是你那么学人家 就是人家这个作为残疾的人 人家有 你就说你有良心嘛 你这么着 娱乐 搞笑 所以我觉得这个李中老师 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我不知道你们两位 你们怎么解释这种问题 戏剧 当然有娱乐性 嗯 一定有闲情 才进剧场 火上房的事 掉脑袋的时候 一定不去看剧 那当然了 对 但是一个富裕 文明 这个安安安安乐的一个城市 的戏剧的那个空间 是一个夜生活的风景线 大家愿意来看什么呢 什么理由买票呢 他用文化消费费的方式来走进剧场 他要看什么 他看形 我简单说形象的文学 然后一定要加文学是什么呢 就是道理 人的道理 生活的道理 他的真相 你能讲清楚吗 或者你眼睛就是我来想 行吗 他那个求真的那种人的本能 一定发生在剧场的这个画框里 那么他才愿意来看 真的 像真的一样 那别的艺术也 他不像艺术是 就是说仿真性很强 你比如一个音乐会 它是一种情绪感受 可以有很多解读 交响乐 我说这个音符什么意思 不可定解的 但是话剧 或者是电影 表演艺术 它是要揭示 生活和人的存在的真相 或者是提出一些问题 供你去思考 才有光复 我刚才说的 走出剧场 也可能了解一下 因为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来 从那个剧场的空间灯亮了 大家可以自由散了 都开始又进入到自己的生活系统的轨迹中来了 但是脑子里还想着刚才那些 还需要解的一些剧情 所以说文 这是文学情境吧 文学心境 它是形象化的文学 对 文学在白纸黑字中 是你要用想象去享受它 是独自的 不可以 也可以讨论讨论 你昨儿和 咱们俩都看一个书 那个你怎么理解 他俩可以讨论 就是俩人 这是上一千人 九百人 我们剧场是九百个座 九百人一起看 看一个瞬间 这个瞬间是有演员现场 他一起演 你一起 一块来看 对和不对 高下 他自己的理解可能比演员还要深 或者是意会到之后 他会有快感 你想到了 我也有同感 他会觉得我和演员一样高明 我和老舍一样高明 他会快乐之极的去 去复应这个戏发生的事情 这是剧场性 我们一定要给予观众这种感觉 才要真正的话剧 就是我们光闷着他自个儿得意 观众 底下磕瓜子不行 对 光是那不行 对 您说这个我特别有体会 就是说我觉得话剧是一个台上台下 共同创造的一个脱离世俗的一个空间 我就记得我有一次在伦敦看 就是那个沙士比亚剧场 就是那个环球剧场 他们有一个户外的这么一个地方 都站着 大家都站着看 然后呢下雨下雨呢你是不能打伞的 因为你一打伞就会你会遮到那个后面的人嘛 所以大家去看都知道要带雨批 如果你没有带你就什么也不弄 你就在那站着淋雨 一点没有声音 然后呢有人就晕倒了 晕倒也是旁边有救护队就背着了 把这个人给抬出去 但是特别安静 没有一个人会多看他一眼 一点都不受打扰 就是那一个空间 大家觉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法国人说电影 就是说是叫幽暗剧场的芬芳 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摆脱世俗生活 我要进到那么一个精神的空间 像仪式 像仪式 而且你刚才说你说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大家很累 我就看一点轻松的不要去思考 我觉得可能不并不完全是对的 就说不并不完全是准确的 因为你看到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往往他现在要回过头来思考这些事 你看在就是很多人现在要去聊哲学了 反而反而很多大学里最受欢迎的是哲学课 怎么没有人生的困惑 然后哪怕在国外像这个耶鲁大学 现在最受欢迎的叫幸福课 年轻人要问我到底什么是幸福 我这个生活的争议到底是什么 就你会发现人不管处于那种心灵状态 哪种生活的这个日常洪流 他都要回过去在一个时刻 我到底是为什么 我是谁 我就特别终极的这些事情 所以啊 你比如说要哈哈一乐 它有点像是一种麻醉 或者是 这我在笑声当中呢 我暂时忘记了 但是暂时忘记 问题依然存在 对吧